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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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回没角色了吧 空的对吧 那要叫 那如果需要的话 添加吧 下一步 然后添加的是谁 这是CP吧 然后呢 这块是不是必须要有进去IP 其实是的 是吧 有了吧 然后呢 这是我的IPv4的 我自己的IP对吧 然后是不是也能看到你的麦克地址 对吧 然后呢 给我的这个富裕起个名字 啊 无所谓 写什么都一样 无所谓 啊 这个富裕其实起个名字随便啊 我们说叫什么都行 一样的其实 全然装 这块没写 好吧 富裕啊叫任何一个名字都行 我只是把这里 这一个 就是 DNCP6需要这个 这个 请用 ok 叫什么 叫什么都行 那我们随便吧 叫个 NCP6 就叫NCP6 好吧 然后呢 这个DN4 ok 106.0.20 那验证我们现在连不了网 所以就拉倒吧 好吧 啊 然后呢 被用了不需要了 ok 下一步 然后呢 不需要问词 现在我说了问词是不是已经淘汰了 这东西压根不用了 所以就别配了 还麻烦这东西配起来 都不要 作用域 然后呢 我们说了作用域的名字是吧 那我们随便起啊 其实就是一个测试的 我们的分配的 比如说如果我有不同的部门 我是不是就可以放在不同的部门里 对吧 我可以写什么 教学部 网络部 对吧 那我们这里叫test 那么骑士IP 216 是吧 嗯 216 我们从100开始算 好吧 那么 这是不是就是地子池啊 啊 就是你给客户端分配的地子池 对吧 资网元码照着写 网关肯定得有 要不然是不是上不了网 ok 好吧 有限的租源是6000 默认 这里 那是8000 好吧 然后去 这个域是不是就有了 下一步 没有 对吧 好了 下一步 得了 安装 然后装完之后 确定ok就可以用了 就这么简单 Windows的好处 是不是全部都是 从你简单 下一步下一步下一步 是不是就ok了 然后呢 Linux呢 好处是不是可能稳定一点 但是 它的配置东西 是不是要靠配置文件 但是这个东西 对Linux来讲也不难 它就是一个 简单的配置文件 打开 把配置文件里面的内容看懂 然后确定就可以了 ok 重启服务就能用 好吧 一个不难的服务 简单的 稍等 好嘞 安装 关闭 好了 我的服务器就已经存在了 等一下 这招起 哇塞 啊 现在这个家伙是不是就有了 里面的服务支持是不是就有了 然后我们再 完美工具 这是cp服务 是不是就已经存在了 看到了 打开 好了 这里面 IPv4的 这个是IPv6的没有 对吧 IPv4的 作用率 也就是我们之前讲的那个test 对吧 216.0 是吧 然后地址池 然后租约 地址租用 现在没有扣断 保留 一个都没有 ok 作用率选项 这是我们的 啊 网关吧 啊 这个 RS吧 域名吧 啊 如果我当前 当前的这台服务器是有域名的话 ok 那这个其实随便编的 内网的 是随便 好了 那现在我们只要 现在 可以在这里啊 右键 然后呢 应该是在这里 右键 我们 可以 启动 停止 ok 默认现在是不是就已经停了 起了 对吧 起来之后呢 我们可以看到 啊 哎 对 啊 DACP的端口有多少 忘了 忘了 有点忘 不是一个太常用的端口 忘了 算了 先这么着吧 呵呵呵 我想起来说 百度 ok 好了 我们现在是不是可以自动获取 尝试一下了 只要我们在同一个局域网内 ok 双接 然后呢 属性 然后呢 自动回去 确定 现在啊 来 现在信息 有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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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不确定 我们这里 IP卡付一个 这是我的 这个Windows真实机吧 嗯 所以 来看我这里 有了吧 有了吧 然后来 在服务器当中 在 这个地址租用当中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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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 你们 你们是不是有人获取了 停 停停 所有人都停 好厌 你们 我再说 这种实验在我做的时候 你不要做 我刚刚是不是都说了 他会有晶晶的 好厌厌啊 我这从哪儿获取了呀 行了没 停止 不会 在这儿 右线 所有肉 停止 啊 啊 好家伙 好人厌啊 不要啊 在我做实验的时候 你们不要捣乱啊 得 哎 各位 既然已经获取了 看 我这东西就会一直用 用8天 OK 啊 默认是8天 刚刚选的是6天 对 是选的是6天 这是他的协议分布 但是DNCP应该是8天 没问题啊 8天 那怎么办 他会用8天 怎么办 啊 来 反协杠问号 这是他支持的命令选项 IP卡飞哥 啊 然后这里面有什么 看 啊 release 是 释放 也说 8IP是不是放弃 不要了 然后 renew是重新获取 能听到 也是说 我要先干嘛 release release r-e-l-e-a-s-e 然后 我IP没有了吧 看 本地连接IP 没了吧 然后再干嘛 renew 好了 等 再去发广播 对吧 再找得着才行 还有 在能跟我的这个网络 是不是在拼通 啊 网络通 得通嘛 怎么还有 怎么还有 哦 你们有人手工在指IP是吧 你们应该如果是所有人都是 获取的是不是没问题了 但是我现在是不是获取了一个 但是你们局网是不是有人设了这个IP 因为你们是不是有人是手工分配的 这就比较恶心 但是来 应该这就有了吧 好 不只我 这是谁啊 在我做实验的时候 你们不要乱动 好人厌 我刷新 你们也刷新 烦人 说几遍才行 这种实验它的干扰是非常严重的 ok 尤其DVCP我说它是金针极致的 对吧 它跟DS和这个 阿帕奇还不一样 这种实验我做的时候你们不要再做 听到吧 嗯 有啥好多的你们看一下行不行 你烦人啊 但是我在吗 在吗 我是不是也获取了啊 那我们查一下 看不到 好 好 这里能看到 这有个VID 算了 看了 看不到 得了 反正是有了 是啊 不是我从一百开始获分的嘛 从一百到一百二百嘛 对吧 我给的这当然是挨着个人走 对吧 好了 这就是最基本的配方 没问题吧 嗯 很简单啊 很简单 你们下午你们自然做实验的时候 这东西你不一定获取得好 大家是不是互相抢 最好就是一个人先练 咱们人少 别人都获取一下 没事了 逛个人 一个一个人 嗯 好了 保留 各位 假设 我要给某一台 某一台电脑 非要指定一个 让它给它一个具体的IP 不让别人用 可不可以 假设我现在给它分配 这个150 那我首先是不是要查清 我的真实机的Mac记址 然后 在保留当中 看 新建保留 很简单啊 输入Mac记址 和你要给它分配的IP OK 这样的话 它永远都是这些书信 给它加个名字 是不是就可以了 OK 好了 很简单 那我们先确认一下 我的 嗯 信息吧 我的Mac记址是 8C9A 诶得 嗯 这里要加什么 什么 什么打印机的Mac记址 怎么着 打印机的Mac记址是怎么了 不知道 每一种打印机不一样 查说明书 OK 查说明书 嗯 如果是带网卡IP的那种打印机 它应该在说明书上就会标注 如果不是 像现在那些正打印机 你可以连接它的APP 连上之后就能看到 OK 但是例外 有例外 有 我昨天 我上周 买了个小米进化器 那哥们也是智能的 能连WiFi 然后 拿手机是不是可以监控到的照片 开启 关机都可以 对吧 很好 但是呢 找不到外科记址 它的APP也看不到 那个小米进化器上标注也没有 那说明书里也没有 什么都没有 给小米官网打电话 她说 她也不知道怎么查 按理说 那东西是不是应该可以连网 它是不是必须有Mac 那导致 我如果要让它连网 我就要把我家里的Mac进制 限制全部开开 那这个不合理吧 所以最后什么 得了 就一些普通进化器 也别连网了 用不着我 也就是说它的智能模块是丧失作用 因为查不到Mac进制 听懂了 啊 每个设备它都应该能查 但是查的方法不一样 OK 你说打一机怎么办 我也不知道 好吧 不同的打一机不一样 OK 一般来说 如果是网络打一机 它是不是自己可以PIP的 那就一定可以查 OK 它一定有方法 说明书里就有 清楚吧 如果不是 如果是直接通过U盘查到电脑上 那是啥 那是不是就是你的 这台电脑的Mac进制 明白的说什么 明白吗 这问题 哎 你们没用过制度加件吗 小米盒子见过吗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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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手机见过吗 手机要想来WiFi 你要带到Mac吧 怎么查 不同的手机都不一样 对吧 但是都在设置里 对吧 都一样吧 那家电也是一样的 家电器也一样的 OK 回去买个小米盒子试试 没多少钱 一百九十九还是二百九九 假的 干嘛用了 啊 干嘛用了 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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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说的 你们都比我小十几岁 你们感觉你们是脱离时代的这个家伙 啥都不知道 干嘛用了 干嘛用了 我告诉你 普通的电视是不是只能看微信信号 但是我要想看什么普通啊 PPTV啊 优酷啊 看不了吧 那接了小米盒子 它就可以接收这种网络信号 它可以从网上传 明白 拿你的电视看优酷 明白吧 就是干这个的 然后里边可以装各种APP 比如说装个直播大战僵师 理论上也没问题 因为它都是安卓系统 对吧 装上去是不是也能玩 只要你不嫌太那个操络器麻烦就行 你这电视有关系吗 没有 电视只要有插口就行 现在没有 看一般的普通电视的插口都有 不用不一定非要用高清介绍 你们真完蛋了 你们那个玩过PS没有 没有 那都一样了 现在这东西都是一样的 接上之后插了电视 然后是不是都自带麦克地址 操作性能打开 就找了麦克地址 连接到你的WiFi当中 我可以就可以了 听懂了 然后像PS这种东西 其实PS是安卓系统 iSBOX是Windows自爱的 iSBOX里面的软件和PS当中的软件都不多 它只有游戏 一般的应用软件不一样 但是小米盒子你就可以想象成一个简化版的PS 它不能打游戏 但是它可以在里面装系统 装软件 当然需要破解 因为它要不破解的话 不用破解软件的话 它自带的软件播放器是啥 被广电总局限制了 不让播 因为一播那个是没看电视了 所以不让它放正常电视 只要放一些别的 但是破解了就没事了 破解了就没事了 还是挺爽的 在电视里看看什么美剧啊 挺爽的 你们真是 哎 好了 那我现在是不是首先要拿到这个麦零件 拿到了吧 嗯 好了 然后呢 在我这里我要干嘛 是不是保留 新建 OK 输入保留名字 比如说 假设这是一台专用客户机 就是专用客户机 OK 看到吗 我给它分配一个IP 比如说一百五 OK 麦克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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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格式是啥 直接写就行了 没有格式 看到了 啊 注意啊 有的那个 路由器里麦克地址 是不是要必须用某号分别 有的是减号 是吧 所以还要注意一下格式 听到吧 我麦克地址是啥 背景 8C89 你们俩 来 张银楼背这两个 那个谁 张银楼背这两个 张银楼背这两个 好 我背前两个 8C89 你俩背下来了呢 你是 A509 我是8C89 你呢 A509 你呢 A509 你呢 E 差不多 差不多吧 8C89 A509 D8EF 对吧 好了 添加 哎 好了 第一个是不是就创造好了 啊 名字是不是都有啊 然后来我这边刷新 我这边刷新 嗯 嗯 同样是 你这个较长的时间在冲起 它在检测什么 IP地址 听到吧 你的Linux 启动的时候会等很长时间 因为它在去扫描整个局域网的DGCP OK 好了 现在得到了吗 看 得到了吧 以后永远这个IP是不是都会 是我的 对吧 而且 我如果用它来分配地址池当中 虽然把100和200就占用了 但是应该是 哎 不对 我这个保留不应该干嘛 放在这个地址池范围之内 而应该放在它之外 这样的话 它是不是就不会产生冲动 一定不会冲动 你们听懂 啊 所以我们一般的地址池 会从20到200 也就是 也就是说 1到10是预留给服务器用 200以后的可能给一些特殊用户来用 听懂吧 你妈在说什么 明白 好了 行了 不管怎么说保留生效了吧 好了 非常简单 有没有问题 没有问题吧 客户端的使用也很简单啊 服务器选项其实都是一样的 保留生效了 服务器选项大于作用率 大于保留选项 在这里 服务器选项里面还可以配 这里面其实主要改的就是什么 看 003就是网关 啊 然后005就是 DS 那这里面现在是不是这两个都 诶 我的 DS有 网关没有 网关去哪了 诶我刚刚写了吧 我记得 我记得 啊 不对 这是名字 这里 诶我记得我刚刚DC起来之后是有的 哦 哦 不是 不是 这是在这里 地址 地址 池里 然后作用率选项 这里有 这块是不是另外一个单独的作用率选项 服务器选项了 看到了 啊 这是作用率选项 对吧 这是服务器选项 他们之间是不是都可以有这两个配的东西是一样的 看 DDS和网关 刚刚作用率选项里面是没有这个是我手工夹的 对吧 诶不对 是哪个是手工夹的 有点晕 但是没事 他这块是不是有 看 优先级服务器是不是大于作用率了 啊 那就是说 如果我的这个选项配的路由器 网关和DDS 这里也配了 如果一致 没有问题 如果不一致 看的事情 听懂了 就这意思 好吧 得了 客户单的使用 这些都没啥说的 这都没什么说的 OK 主要的问题是 这都没什么说的 啊 DVCP还可以备份 可以干嘛 把你的 整个DVCP的这个 结构 是不是可以备份保留下来 看到了 右键点击的是这一台服务性能 看到了 可以把它 这里是不是所有任务 是不是可以停 可以开 然后这里可以干嘛 备份 保存下来之后 以后 一旦再重新安装 是不是直接倒回 你的什么绑定啊 这个地址池啊 是不是都不用在手里去显 对吧 备份 好了 在这里 在这里 这些东西 这些东西 非常简单 非常简单 但是 DVCP支持一些较为复杂的工作 比如说 我之前说了这个 中心 说实话 说实话 我们现在在实际工作当中 我们并没有使用过这种东西 它的意思就是什么 你们可以看到 看到啥 DVCP DVCP 获取 这个服务器资源 是不是要通过是 广播吧 是不是要通过广播吧 那广播我们是不是说了 路由器是不是会分割 广播月 所以 它是不是一定不能通过 这个路由器 对吧 所以 我们一般认为 一个DVCP 是不是只能在一个局域网里生效 那 如果我有多个局域网 需要来配DVCP 那怎么办 我们就需要 在每个局域网当中 是不是再放一个 DVCP服务器 各位 现在其实说实话 不一定非要用专用的服务器 可以几个功能放在一台服务器 如果需要 但是 我是不是海窄最少占用一台电脑 哪怕就用普通台式机 是不是也要占用 得不偿试 这个时候 我们就有可能会考虑什么 DVCP给中继吧 是不是就有可能会考虑 那这个时候 中继就是一个非常蛮繁琐的东西 它配起来可是不太方便 OK 而且 我们在做实验环节下 我们很难模拟出来两个不同的网段 所以导致这些东西 就是说 知道有些功能吧 在工作当中 最终用得到 如果你真用得到 怎么办 嗯 嗯 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